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梧桐携手王一博,龙年献礼,龙族。 当龙年的钟声敲响,一首震撼人心的龙族国风摇滚,鱼韵悠长,并在QQ音乐,酷狗音乐,酷我音乐上线。 随即,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了热搜,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。 这首龙族真可谓龙年特定区,满满的国风味,是一种情感的传递,一种文化的传承。 王一博,这个年轻的歌手,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如同一部动人的诗篇。 他的歌声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哲理。 他的歌词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,更是对生活的感悟,对世界的洞察。 他的声音,如同清泉一般纯净,又如同烈火一般炽热。 每一句歌词都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故事。 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。 王一博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,去消化每一首歌曲,在以细腻而淳朴的演出让观众产生共鸣。 他的歌声中有着看透事情的清醒和睿智,更有包容一切的温柔,从容和大爱。 听他的歌,仿佛能触摸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,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敬畏。 他的舞台魅力更是无人能敌。 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艺术的美感。 他的舞台不仅仅是对技巧的展示,更是对歌曲的深度诠释。 每一次演出都是他用心准备的结果,每一首歌曲都是他与观众心灵的交流。 而除了自己的单区,王一博还是红歌的专业户。 亚运圣火,点燃梦想的燃,情细武汉因为我们在一起,致敬坚守渴望光荣,青春赞歌青春恰时来,喜迎冬奥冬梦飞扬,你好香港纪念回归,炙热的梦致敬逆行,英勇无畏,追光的人坚守信仰,时代风尚。 这些红歌不仅是对时代的致敬,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。 总的来说,龙族以及王一博所演绎的这些红歌和单区,不仅让我们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,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敬畏。 他的歌声如同阳光一般温暖人心,他的舞台如同繁星一般璀璨夺目。 让我们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。 男明星和女明星播放量统计排行榜,王一博排第二名,第一实至名归。 对于明星来说,各大平台的播放量,也是他们人气高低的直接体现。 前不久,网上出现一个榜单,统计男明星和女明星两大平台话题播放量前Top10,在男明星榜单中,周杰伦排在第三名,王一博排第二名。 不得不说,第一名真的是顶流,各位读者,你们认同吗? 第三名,周杰伦。 2023年,多位明星选择开演唱会,其中周杰伦的《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》热度和关注度非常高,他绝对是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。 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广受大众喜欢,他的每一张专辑都会出现经典歌曲,引领华语流行风潮,虽然周杰伦不怎么接综艺活动,但他每次亮相都会获得较高的关注度。 第二名,王一博。 王一博绝对是当红的男明星,2023年,他有三部电影与粉丝见面,都取得不错的口碑和票房,甚至凭借电影中的角色入围多个奖项,这绝对是对他的肯定。 前不久,王一博录制《这就是街舞六》总决赛,我们可以看到,直接导演给场下镜头,就是一片绿海,这人气和热度真的不用多说。 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,2024年王一博和李沁主演的电视剧《长风破浪》将与大家见面,相信到时候热度会更高。 第一名,肖战。 肖战绝对是自带人气和热度的明星,娱乐圈内的顶流,我们可以看到,每当有各大榜单需要投票的时候,肖战的名字绝对是第一名,这与粉丝给力密不可分。 在刷各大平台的时候,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肖战的各种信息,就算他进组拍戏,长时间不参加任何活动,热度和关注度依旧非常不错。 看到肖战的播放量排在第一名后,很多网友都表示,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。 除了男演员榜单外,女演员播放量榜单也更新了,我们可以看到,排在前三的是,赵丽颖、杨子、杨幂。 近日,第二十条电影开启预售,这部电影是玛丽和雷佳音主演,赵丽颖特别主演的电影,刚开启预售没多久,就突破一千万元,直接登顶,相信有很多网友是冲着赵丽颖看这部电影的。 2024年,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电视剧《雨凤行》将播出,相信这部剧应该会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。 杨子和范诚诚主演的《要久久爱》正在热播中,虽然这部剧的各项属于与杨子主演的其他电视剧不能进行对比,但这部剧绝对不会扑,因为这部剧的各项数据都呈现稳定的上涨趋势, 甚至远超于同期播出的电视剧,不得不说,杨子主演的电视剧,质量确实有保证。 前不久,杨幂的一段采访获得网友们的关注,当采访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,关于杨幂采访的十个相关话题瞬间登上热搜,这足以证明杨幂的关注度和热度。 在采访中,杨幂告诉网友们,不要怕做得不好,也不要怕做错,但是一定要努力去做,不得不说,杨幂绝对是正能量的偶像。 请不要忘记点赞。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